國際競爭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國際競爭 國際競爭其實就是大航海時代 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地理大發現 同學如果國三的上學期 有在學校認真聽課的話 這一定不陌生 地理大發現之後 歐人他就對東方的物資香料有所需求 所以他就是透過海路透過陸路來到了東方 來到東方開始他的這個貿易殖民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歐洲國家 比如說經過台灣也好 像葡萄牙對不對 那殖民台灣也好 南台灣的荷蘭還有北台灣的西班牙 這個的話就叫國際競爭 那時候競爭的對象是農業社會為主體 所以呢幾乎都是 採取比較沒有說太暴力的方式 不像那個工業革命之後 工業革命之後就是有所謂18世紀的武裝殖民 他叫新帝國主義 那變成那種白種人有種優越感 他認為一定要做一個這樣殖民的競賽 所以這個時候的國際競爭是比較針對賺錢為導向 或傳教為導向的 那再來的話呢 名稱有一個叫鄭氏治台 鄭氏的話其實之前老師在 這個國藝二的段考複習 我有講過 他其實鄭氏是一個比較中性的詞 因為鄭家的三代在台灣就是他姓鄭嘛 所以我們說鄭氏治台21年這OK的 那如果要把它換成名證 那是標榜他是反親負名 他是以這個為訴求的 所以其實都可以並程 那有時候就是台灣的一些執政者 或者是一些教改人士 他們就會因為自己的意識形態 然後說那個東西不行 那個東西不行 我覺得與其這樣我不如就兩個都講給同學 那你自己可以去選擇你比較喜歡 或比較能夠接受哪一個方式 這樣OK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重點 那同學應該如果有稍微注意到的話 那個每個重點的老師旁邊都有一個小小的圖案 這個是行動補習王很貼心的幫洪一老師去設計一個 這個logo 我覺得我蠻喜歡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們講義裡面 看有沒有像我對不對 很像我拿著一個指揮棒 一個教具在幫同學上課的感覺 這是第一個圖示 好 重點一叫國際競爭時期 好 所以那個時候來我們直接看一下講義 漢人在台灣的移動 他說宋朝的時候 約大末是十二世紀 十二世紀算是南宋 南宋時期已經有漢人移居澎湖 好 你把澎湖定居著色 澎湖定居 好 所以這時候還沒有來到台灣 好 那到元朝的時候 因為澎湖的漢人也越來越多了 過了一個世紀 十三世紀的時候 在澎湖設置維持秩序的巡檢師 來把巡檢師著色 好 而且在巡檢師旁邊幫我刮住兩個字 這個時候已經納入了版圖 所以如果會考問你說 澎湖何時納入中國的版圖 答案是在元朝的時候 能夠證明的就是因為設了巡檢師 有點類似現在派書所的警察機構 好 來看一下明朝 明朝是十四到十七世紀 那十七世紀的話 就已經進入到所謂的清朝了 好 初期的話呢 明太祖這叫朱元璋 朱元璋為了防治倭寇來施行了海禁政策 所謂倭寇就是一些海商啊海盜啊 那個時候在這個中國的東南沿海 非常的倉獗去盛行 所以呢 明初就有所謂的海禁 再來第二個 中期的時候明朝就派軍駐守澎湖 那這個時候呢稱台灣叫做東藩 還有什麼大園或小琉球 所以你把這些名稱稍微畫一下 東藩 像有一個人叫做成帝 他當時呢就追隨著這個 首將叫神有龍 同學有沒有記得神有龍 神有龍那時候就是奉命要駐守澎湖 所以那時候荷蘭要佔領澎湖的時候 就被神有龍怎麼樣遇退 好 那再來日本人稱台灣叫高沙國或高山國 就是台灣的山脈很多嘛 所以呢取其外面的這個形狀 那再來的話同學應該知道說 葡萄牙有經過台灣 他稱台灣叫Formosa 美麗之島 好 這邊跟同學玩一個 提一個小小的 蠻有意思的問題 就是說 既然葡萄牙這麼喜歡台灣 他為什麼不佔領台灣 葡萄牙我們都知道 他在東方的根據地 是中國下面那個澳門嘛 對不對 他算是比較早來到東方的 那他既然都已經 經過了台灣 並且高喊Formosa 那為什麼不趕快佔領呢 反正那個時候 荷蘭也還沒來啊 西班牙也還沒來啊 對不對 葡萄牙為什麼不佔領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覺得一個地方很美好 那你應該趕快去擁有它嘛 而且別人沒有人要跟你搶啊 好 那老師這邊跟同學分享 我之前看一些這個檔案 或看一些文件 我得到了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 台灣那個島 對葡萄牙來說 在當時叫做可遠觀而不可卸完焉 為什麼這麼說 從外面看來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裡面的人 我們現在會說 現在這個時代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可是在當時 葡萄牙覺得說 裡面的原住民 裡面的台灣人 好兇悍喔 所以我不敢進來 因為進來的話 可能隨時會被他獵人頭 會被他出草 所以呢 就在遠方 以這個旁觀者的心態 去看就好了 去看這個島 我不要去怎樣 我不要去進去 或是我不要去佔領 我另外挑比較溫和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 可能在 葡萄牙的心中 是被當鬼島的 這個是一個 考試不會考 但是講給你聽 稍微了解一下 這是葡萄牙不佔領的原因之一 好第三個 末期 海盜活動很猖獗 海盜的話 有岩思琦率眾 是雲林跟嘉義的北港 你把北港圈起來 所以呢現在北港 就有一個岩思琦 他的這個紀念碑 那之後呢有鄭之龍領導 鄭之龍就是鄭成功的爸爸嘛 所以這個大概是 漢人在台灣地區 的一個活動 他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來寫一下這個 紅燕筆記 紅燕筆記的話 我會幫同學先寫一下 這個所謂的海上霸權 就是呢 國際競爭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現在要弄那個 會考的準備 所以呢 要跟國一的有所區隔 你要學比較精細的東西 其實你在台灣史裡面 看到國際競爭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他在中國史 他的時間點大概是什麼 他大概就是明朝中葉的時候 這個是台灣史嘛對不對 好 所以中國史的話 他可以這樣去並成 他又叫做 明朝中葉 好 這個是中國史 那如果是世界史的話呢 他就叫做 地理 大發現 好 這個是西洋史 好 所以三者並成 那有關主義的部分 當時的台灣是要準備 被這個歐洲列強 慢慢去開發 所以這個時候還沒有什麼主義 頂多叫做資本主義的附庸 或叫重商主義 好 那如果是中國的話 明朝中葉 那個時候他還是一種什麼 中國還是一種 天朝上國的思想 對不對 他還是有具備天朝的一個迷思 所以呢 周邊跟他國家跟他貿易 都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受獲他親自的認可 才可以願意跟他往來 他才願意讓他跟你往來 好 所以天朝上國就是朝貢的一種心態 好 那地理大發現的話呢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貿易殖民的開始 好 那呢 這個時間點 老師來稍微幫同學來細部處理一下 也就是說 在這些貿易殖民的歐洲國家當中 我們從十五世紀 談到大概十八十九世紀 這段時間 他叫舊帝國主義 所以呢 如果以十五十六世紀來說 他呢 是以西班牙還有葡萄牙為主 西班牙還有葡萄牙為主 這兩個地方叫做伊比利半島 那他們也是 地理大發現 最早開始向外 延長去找新航路 還有新大陸的兩個國家 好 西班牙的話呢 同學是知道嗎 主要殖民的地方是 中南美洲 除了巴西之外的地方 那如果是在亞洲的話 他主要就是菲律賓 當時叫呂宋 後來也間接的來到了北台灣 那葡萄牙的話呢 就是中南美洲 比如說巴西這一個 所以巴西現在也是講葡萄牙語 那呢 他在中國的話 下面也有一個 叫做什麼 澳門 所以西埔是比較早 來到東方的 那到了十七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 新的就崛起了 他 在海上就獨霸了一個世紀左右 非常的厲害 他還成立了 這一個 東印度公司 我們把它叫做荷蘭 所以荷蘭在十七世紀 被譽為叫海上馬車夫 就是呢 四處都有他的船隊 四處都有他公司貿易的商號 好 所以這是荷蘭 那荷蘭他的殖民的 主要的總部 得到了 崩潰 中山